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寶貝, 你靜靜點 話說, 沙士的時候 爸爸喝完啤酒 就去醫生檢查肝 最後他的酒是戴著口罩喝 還是脫口罩喝呢? 寶貝, 你可不可以問一些 關事的問題嗎? 當然可以了 啤酒煮雞翼好不好吃? 夠了 大哥, 我收回 那爸爸最後有沒有看醫生呢? 當然有, 醫生還吩咐他 照超聲波驗血檢查清楚肝 被隔離了十天的醫助居民 可以重獲自由 非典型肺炎爆發以來 本港首次出現離禁 相戀而終 怎麼樣?有沒有? 有 真的有? 你叫我買點鹽和口罩 剛剛好買到最後一包和最後一盒 我問你的肝有沒有事? 剛剛才咽完血, 照完超聲波 哪有這麼快就有好結果 為什麼一包鹽會穿? 我這麼嚇唬買了一包串燒鹽? 買一包鹽也這麼嚇唬 那個報告肯定冷水了 那包串燒鹽? 擋殺了 所以我說那個報告一定會沒事 如果真的沒事 怎麼會叫你驗這麼多東西? 你看看你, 驗完回來之後 像個人孤奶奶一樣 別亂說 不知道多精神, 老虎打死幾隻 好乖 你打到我了, 當我是老虎娜嗎? 當你老虎娜就打中你了 停, 不要打了 我真的打穴精神, 停不了 好, 我把拉串去哪裡? 怎麼了? 沒有, 我打算在這裡放一個書櫃 之後, 家仁和家欣 就可以多放一些書 看多一些書好, 有前途 家仁還在喝奶 你現在就把書櫃給他? 家欣也要多看多一些書 索性呢? 所有牆都塗在一種新的顏色 光亮一點 有什麼事? 又塗在紅色 不是… 但是我說應該換長枝 有花紋就比較漂亮 那長枝? 然後再換上窗簾 然後梳化 梳化也要換一換 然後呢, 天花板都塗在藍色 然後呢, 畫些暈在上面 你什麼事? 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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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on, 我叫你醒呀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聽到這麼感人的故事 我就很投入了 不是故事, 是經歷 當年媽媽拍兩下, 爸爸就醒了 剛才要拍你三下 不是呀, 我以為她就這樣走了 去哪裡? 她太累了, 說一說睡著了 是呀, 當然爸爸經常假裝精神 但其實他很累 因為他不想媽媽擔心 最後爸爸有沒有游到天花板? 寶寶, 你可不可以問一些關事的問題? 可以 媽媽, 那爸爸的肝最後有沒有事? 我不是又問錯了問題嗎? 我收回吧… 你問得沒錯 她跟我一樣都有脂肪肝, 然後就… 然後? 就再沒有延後了 那我就…我不想這樣走 好… 時間到了 寶寶, 對不起 我要你嫁給一個這麼短命的 幹什麼? 我回去了 剛剛好時間開飯 那我加上飯了 好 先吃飯吧 待會再說爸爸的事 又說爸爸?說了結束了 我要吃三碗飯, 我要吃完所有菜 我要證明給大家看 我好吃得好打得 我要老虎也打死幾隻 我不要變成肝硬化 好… 好, 看看是不是好打蛋 家威小姐, 別讓我收回吧 大家好, 又回來醫生與你 今天有我鄭瑞文和胡志遠醫生 Justin Justin, 我們上集說了導致肝硬化的成因 可能是與肝炎和脂肪肝有關 這些慢性肝病如果處理得不好 有機會會導致肝臟發炎損傷 令到肝臟纖維化 最後可能變成肝硬化 沒錯 今集我們就要講一下如何診斷 以及好像剛才《處境劇》裏面 群姐的老公當年又驗血 又照消聲波去檢查肝有沒有事 其實呢, 甚麼情況下才需要做檢查 現在普遍來診斷肝硬化的檢測日是怎樣的呢 是的, 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來中大醫學院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腸胃及肝臟科主任黃偉生教授Vincent 以及絕策中醫師楊明霞博士 上來跟我們談談的 歡迎兩位 Vincent, 肝硬化是一些很嚴重的病 有哪些人需要定時驗肝的 其實只要有慢性肝病風險的人士 都應該定時驗肝的 我們常見的慢性肝病有病毒性肝炎 就是月形丙形肝炎 亦都有酒精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 換言之, 如果一個人家族裡有人有肝病 又或者他本身有共用針筒 或者輸血的病歷 又或者他有其他肥胖 代謝綜合症的風險因素 又或者過量喝酒 這些我們都叫做高危因素 如果有任何這些因素的話 都應該驗肝的 明白 楊博士, 想請教 在中醫的角度 我們經常聽說氣血不足 是否等於肝有事 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我們中醫有說 氣血不足 其實除了跟肝有關之外 跟我們心肝皮肺臣都會有關係 只不過就是要看那個人的指甲 或者是面色 或者是眼那裡 看看會不會有眼黃 或者面色蒼白 或者指甲有偏蒼白的情況 這些都是肝血虛的表現 或者是心血虛的表現都會的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那個人出現了胃腸的 功能混亂的情況 譬如那個人突然之下沒有胃口 或者是有些肝吐或者嘔吐等等 這些可能跟脾胃都有關係 所以未必一定的 講到診斷 一般我們都會了解病人有什麼病徵 然後做一個身體檢查 最後就決定做什麼檢查 Vincent 我想問一下肝硬化在診斷方面 有沒有什麼困難 有肝硬化的人士 一般來說 會較為多一些疲倦 或者一些食慾 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這些都非常不明顯 我們也很難單憑這些症狀 就說一個人有肝病 甚至乎肝硬化 至於去到病人的病徵明顯 例如出現腹痛、腹脹 甚至乎有黃膽 小便好像玻璃茶那樣深色的時候 這些就已經代表了肝功能失衡 甚至乎肝癌已經發生 我們當然不希望病友 去到那個階段才能診斷得到 對,Vincent 其實我也聽說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自己 可能懷疑肝有問題 可能會想做個身體檢查 抽血驗一下肝酵素等等 如果自己本身有 用中藥調理身體的習慣 去做抽血檢查的時候 會不會不準確 或者是影響了結果 其實我們人體裡面 無論你中藥好、西藥好 或者食物都好 在腸胃消化了吸收之後 都會經由這個肝門植物 帶去肝臟那裡 肝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一個工廠 它會將一些毒素分解 其他那些化學物 它也會處理了 然後才再帶去身體其他地方 變成了 其實無論中藥好、西藥都好 有某一些有毒性的話 去到肝臟那裡 都有機會有影響 或者令到肝酵素上升 明白 養博士有沒有補充 臨床上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有大概100個人食用靈芝 有一部分人如果本身的體質 適合吃靈芝的話 它不單止肝酵素沒有高 各方面的染血指數都會有改善 但是如果那個人的體質 其實不適合吃靈芝的話 相對來說肝酵素也會偏高 所以這個研究不是說靈芝 就是會導致肝酵素高 而是如果你是未清楚 自己體質的情況之下 胡亂吃一些中藥 你如果不適合的體質 當時的情況都會直接影響到身體 Minson 除了驗血和一些病徵之外 有沒有一些檢測的方法 可以確診肝硬化的 我們一般來說 會先做一些簡單的檢測 常規我們會做一個超聲波素描 看一看肝臟的結構 如果肝已經有萎縮 或者形成火粒狀 甚至乎有肝門靜脈壓力上升的症狀的話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確診肝硬化 但是這件事是比較後期的 如果一些早期的肝硬化 這些未必是影像可以診斷出來 所以我們也要依賴其他的測試 包括我們有一些血液指標 基於一些抽血的測試 再加上一些臨床的數據 就用一些方程式來計算一個評分 來判斷似不似有肝硬化 另外在香港也相當普遍的 就是一部機器叫肝纖維素描 用一些超聲波的原理 射入肝裡面 量一下肝有多硬 這個也可以診斷有沒有肝硬化 而最後 如果做了很多不同的測試 都不能夠確切地猜到一個人 是不是有肝硬化的話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肝臟組織 活組織檢查 抽一些肝組織出來 在顯微鏡下看 也可以診斷肝硬化 除了肝硬化之外 有什麼診斷方法 是用來檢測脂肪肝的 怎樣去檢測肝裡面的脂肪的比例 我們如果做一般肝的超聲波素描 有脂肪肝的時候 肝就會特別光亮 特別是跟側邊的器官 例如腎臟、皮臟比較 肝就會特別明亮 另一個表證就是 深層的組織就會模糊了 原因是因為原來肝脂肪多的時候 超聲波的能量會衰減得特別快 所以深層的組織就會看得不清楚 基於這個道理 也有一些測試 是可以用來判斷肝脂肪含量的 剛才我提過 有一個叫肝纖維素描的測試 其實同一部機器 也可以度到這個超聲波的衰減值 即是說換言之 我們量度到在肝裡面的超聲波 能量衰減得有多快 也可以反映到肝裡面有多少脂肪 明白 Vincent 我剛才也留意到你說的字眼 就是肝臟活組織檢查 其實聽起來真的很痛 很危險 還有有甚麼人要做這個檢查 的確是會有些痛的 但是大痛是很罕見的 其實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通常就會燒了毒 局部麻醉之下 在右上呼吸針的 危險性其實是不高的 低於百分之一的風險 會流血或者捉到旁邊的肺膽或者腸 機會是很微的 只要說甚麼時候我們應該做這個檢查 有幾個常見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診斷的作用 即是說我們知道有一個人的肝功能異常 但是做了很多臨床的測試 包括一些血液測試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為甚麼肝功能異常 也不知道是甚麼病的話 有時就靠這個活組織 透過一個病理檢查 希望找出病因 另外我們也會用肝組織檢查 來判斷肝病的嚴重程度 例如裡面有多少發炎 有多少纖維化 甚至乎是否肝硬化 而有些人如果肝裡面有一個陰影 但我們做了一些檢查 例如電腦掃描、磁力公真 都不能夠確診是否癌症的話 有時我們就會針對性地 抽過一個陰影的地方 來看看是否癌症 那可不可以透過這個檢查去判定 肝硬化的程度有多少 一般就不是靠肝活檢來判斷 我們說一個人的肝硬化是否嚴重 其實就看看肝的功能是否維持得到 或者醫學上 我們就說它是否一個失代上的肝病 因為肝其實是身體裡面的一個工廠 它有很多功能 包括製造蛋白 處理一些養分 也有一個解毒的作用 當肝的功能失衡的時候 這些功能就會無法維持 醫學上我們很多時候 把肝硬化分為A、B、C三級 A級就是肝功能完全維持到 而B和C級就是不同程度的失代上 楊博士,我對中醫如何診斷肝病 都很有興趣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中醫的角度是透過望文文切的幾方面 搜集資料 而確定它是否有肝的問題 譬如看那個人的面色 如果那個人青青黃黃 又偏蒼白的話 可能它肝越虛了 如果它滿面通紅的話 它可能是肝陽上肝有肝火 另一方面問一下它有沒有異味 即是有沒有口苦 那些情況有沒有口臭 那些情況就肝膽濕熱了 另一方面問一下它 最近的情緒壓力大不大 工作的生活的節奏怎樣 或者是飲食各方面 就可以知道它會不會因為肝起屈結 或者是令到自己不開心的一些情緒 而令到它有一些肝的問題 那切症就是靶物 我們可以透過靶物 來知道那個人有沒有肝方面的問題 今集我們就說了主要透過超聲波 去驗出脂肪肝 還有有沒有肝硬發的情況 甚至有需要的時候 就做肝臟的活組織檢查 對於一些有慢性肝病的人來說 定時觀察著肝的情況 都是保障自己的做法 沒錯 那今集也多謝Vincent和楊博士 上來跟我們分享 下一集我們會再說一下 怎樣去治療肝硬化 記得不要錯過 而接下來的環節就是醫道生肢 不知道今集介紹 什麼新的醫療科技呢 我們一起看看 三維打印技術 是上世紀80年代的發明 90年代興起 以往都主要應用在工業方面 直至近十年 香港的公立醫院 逐漸掌握相關技術 打印出人體結構和器官的立體模型 是醫療科技一大發展 吳榮耀醫生 現時在醫院負責統籌創新科技的發展 其中包括開展醫療用途的三維打印 近三、四年 越來越普遍 其實我們有不同的類別 即是不同的特別 都會用三維打印的服務 不過三維打印是一個 幫助前線醫生護士團隊 解決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當他們遇到一些 我們所謂奇難雜症的時候 他們想預演一次的手術 又或者想計劃一下手術的時候 我們往往就可以通過三維打印 幫助他們 左邊我想看的是 就是看樓去到甚麼位置 當涉及一些比較複雜的手術 例如需要切除腫瘤 外科醫生就可能需要用到 立體的人體結構和器官模型 作為手術前的準備 而當中放射科醫生 就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這是一個例子 都是一個骨的腫瘤 在一個隻骨那裡 外科醫生就需要去 我們打印一個模型 是有顯示到骨、腫瘤、動脈、靜脈 以及附近的神經線 我們就需要用到電腦掃描 以及磁力共振的影像 來將這些器官和組織選出來 放射科醫生其實就是去看這些影像的專家 所以哪些組織在哪個位置 我們就需要告訴我們的技術人員 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做得準確 技術人員會根據電腦掃描影像 以三維設計軟件 來重建人體器官和結構 最後以一比一的比例 打印出相似度極高的立體模型 負責手術的外科醫生 可以說得益不少 劉智雄醫生是頭頸外科的醫生 最近兩年他都開始又應用三維打印技術 去協助進行切除下肋骨腫瘤的手術 因為我們以前做手術 最主要是看掃描的影片 而在2D的情況下 其實在看了影片之後 在腦中自己構成3D的形狀出來 而在腦中3D的影像設計 準成度有多高 就視乎外科醫生的年資 他的經驗等等 但現在如果有3D印的技術 可以讓我們在術前更加了解 腫瘤的情況 以及可以好好計劃手術 切割的周邊、重組 不僅是主導 而在團隊裡其他醫生 其實也可以在術前 也比較清楚了解手術的過程 進而可以增進大家的合作 令手術更加順利 而另一方面 用3D打印 我們希望幫助減短手術的時間 令手術時間短些 病人就不用全身麻醉那麼久 大大會減少了 因為長手術而引發到的病發症 除了立體器官和人體結構 三圍打印出來的手術模板 也是好幫手 劉醫生會用毛板幫忙進行 切除下額骨腫瘤手術 這個就是我們3D打印的毛板 我們用這個毛板 用鋼針釘在骨裡 固定了位置 然後我們跟著毛板這個位置 就去做一個切割的工作 就是把這個腫瘤切清 而又不會切多了一些正常有用的骨 我們就切割了腫瘤 剩下病人的下額骨 我們就要把小腿的飛骨 重組成下病人的下額骨 以恢復臉部的形狀和功能 我們可以做的是 用3D打印的病人的飛骨 以及相應的手術模板 手術模板也是放在飛骨裡 幫助我們去計劃一下 在飛骨的哪個位置去切割 從而得到最理想的效果 而最後我們有一個手術模板 去幫助我們 去看看這個重組的飛骨 是否正確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量度的位置 重組的位置是正確的 我們就可以很順利地 去到病人的下額骨那裡 而最後得出來的效果 就像這個模型一樣 現時3D打印出來的人體結構 和器官模型 也會應用在醫科的教學用途 隨著這項技術越來越成熟 未來醫學界又需要怎樣裝備自己來迎接呢 香港雖然3D打印的發展其實都成熟了很多 但其實很多時候還是偏重在工業方面 而醫療方面 其實人才上面還是有點缺乏 我覺得如果未來 我們香港的醫療系統 可以再大力地訓練到 多一些這一方面人才的話 我們就會 可以再大力地發展下去了 我才會發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